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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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擦樂壇 We're real music looves 天字人的 包辦三首的 是你了 Hello Hello,我是陳永謙 有份作曲,亦有份成為主角 甚至是其中一首歌的主唱人 Hello,我是洪嘉豪 嘉豪 另外導演就是... 喂,我是希神 你好,主腦了 Hello,我是Half Talk,也可以叫我做Yan 那不如有沒有可能 跨藝術師合作呢 因為上次三首歌都是Dirgin唱 可能很多時候故事上的描寫 都是在男生的角度上 那這次我就想 不如會不會有男的藝術 女的藝術一齊 召喚 三部曲 一開始 Yan有找我去 其實他是跟我做過訪問 對於愛情的 某些看法是怎樣 然後你幻想 還在讀書 中學生,高中學生 他們要拍拖 他們會怎樣的呢 你高中的時候你是怎樣的呢 你喜歡那個女生 你夠不夠膽追的呢 這些這些問題 然後我問你 為什麼你問方學高中呢 其實這個三部曲 是想 target 一些比較 小時候的聽眾 他們有問我 關於 例如玩 那些故事 的東西 因為原來 其實他是不玩的 以前 你說IG story 對 因為Yan一向都不玩 但為了這個項目 他就要 了解這件事 到底是什麼心態 那些人玩 最記得Yan問你的問題是什麼 她問我 你會不會介紹 你會不會去看 誰看了你的IG story 其實我們這個項目 一年前已經開始要計劃了 那時候簽了紅家豪嗎 簽了 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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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之我見人就問 有機會就問 其實問了大概半年 我就確認了 剛才嘉豪所說的 就以一個IG story 去包裝這個故事 月台就不是一早有的 反而是成長 然後因為大家成長的速度 或者進度不同 令到兩個人被迫要分開 因為一個跟不上另一個 也都不願意去跟另一個 那月台就是 寫著歌詞裏面 一個跟故事完全無關的創作 月台就是代表 就是綠地 代表踏實 這個女生 她在愛情世界裏面 她的取向是踏實的 她喜歡實際些 不要跟我說一些 很空泛的浪漫說話 是不聽這些的 好疲倦了 誰也等到盲目了 情愛分發略極 總無壓力 事物代價不消 我恨時間不會停到了 和你不再同步走三秒 一天黑夜露燒 便拿著當心的借票 W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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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 有 在